因為巧欣在今天臉書整理出 就是您的同僚 台北市議另外一位民進黨的議員 他也是新潮流的 李建昌被找出來 2018年11月16號 還有2019年的5月29號 他不只有林秉書的合照 而且非常親密 他說他是這個好友 還送咖啡陪他來這個站街頭拜票 還有包括林秉書給他開了一些書 這些書看起來好像也是蠻硬的書 不是一邊這個一般的休閒書 他說這個林秉書讓他增長了智慧 所以我也在好奇 一個明代到底要交情到什麼程度 會把他送的東西 會把他送的咖啡拍照 還PO在臉書上 這個關係應該是非常深 就是我對他對這個人 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的覺得這個人相當不錯 不過事實上李建昌我要必須要講 他是這一掛裡面裝不熟 裝熟 以前都裝熟 現在是裝不熟的 這一些新潮流的裡面 他算老實的了 因為他在當初一開始被點說 他有收政治獻金的時候 十二月一號很早之前 他就說了 其實這個林秉書 怎麼會跟我當初認識的都不一樣 我建議如果他家暴 情緒有失控的問題 建議他有病就要趕快去看醫生 還有包括許淑華 許淑華幫大家提醒 這個回憶一下 他也是民進黨 也是新潮流 許淑華因為被發現幫他拍了這個 跟他拍了一個五湯的影片 但許淑華說我只看過他一次 然後這個影片我也沒有印象 流量也很低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曉星說 其實他也有掌握到一些消息 有關他這個告別式那一天裡面 去請託警力這方面 曉星有進一步的消息 確實是這樣子 我有不同的消息來源 那今天許淑華他又再次否認 但他也不敢告我 我就說如果你覺得沒有那個公文 你就來告我 因為我們在十一月二十四號 知道當天有警察來圍 都以為是高嘉瑜傳簡訊給警方 所以才來的 但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議員在先前 就已經有幫忙找警察來保護 林姓男子的母親的告別式 包括在十一月十八號 那時候沒有公文 可能打電話或是傳LINE之類的 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二號 警察的勤務會議上 那天是禮拜一 然後警察就開會 討論今天要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個禮拜要發生的事情 那就有桌上就有擺一個條子 就是便錢上面就有寫說 誰來喊的 是許淑華 然後這個時間地點要保護哪一庭 那就是林秉書媽媽的這個功績 所以代表說 其實早就已經有議員在幫忙他了 但許淑華的說法是說 他是在十一月二十四號 早就有議員幫他 這其實裡面的人包括許淑華 對 包括許淑華 那許淑華是有公文的 不只一位這樣 其他人可能沒有公文 沒有紀錄之類的 但是有確定有看到的公文 就是許淑華 那他接受媒體訪問 他是說十一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當天早上 那才接到林秉書助理的電話 然後說請他加派警力 然後他就幫忙聯繫 台北市警察局 所以其實他也承認 他自己跟林秉書是認識的 只是說他在十一月二十二號 這個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不承認 有幫忙做這樣子的一個選民服務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要請教一下賓哥 因為柯建民他也很少 對這個事情評論 而且基本上民進黨立委 現在都希望說不要再談 這個火不要再燒下去了 可是偏偏這個時候 柯建民還上廣播節目 還就是這個加油天助 他講說林秉書 他不敢來騙我 因為要騙我沒有那麼容易 這有點酸這個新潮流 這些被騙到的人 好像就是你們腦筋不清楚 我比較清楚 但他講的一個很妙 他說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有一個小林秉書 是善是惡都在一念之間 這個文法其實很像李安導演 李安都會說每個人心裡 有一個玉角龍 或者每個人心裡 都有一個綠巨人 都同樣一個巨法 那我也不懂 什麼叫做每個人心裡 都有一個林秉書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要不要查 其實真的 真的就是一線之間 你要查 有心要查的時候 都清清楚楚 無心要查的時候 都是淋淋淋淋淋淋 你來看一下剛好 這幾天就發生一個 嘉義有一個黃姓的男子 跑去了公所跟他說 我是總統的特助 我是民進黨 中央黨部的主任委員等等 那其實要查非常容易 為什麼呢 這個新聞裡面有講清楚 現場人員第一個 要他拿證件拿不出來 第二個馬上一通電話 打到了當地的民進黨的黨部 去查證 馬上就知道這個人身分有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我要查林秉書的身分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彈指之間不用花一兩分鐘的時間 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真實身分 那究竟為什麼這一些那麼厲害 你看柯建民說 只有騙不到我 其他人都被騙到了 還有包括雅民 黃雅民這幾天 因為他壓力也很大 黃雅民說他在十二月二號的時候 就已經爆料 當時新聞大白話 就有抖內的方式來恐嚇高嘉瑜 那我們這個有一個非常美麗的議員 叫徐曉昕 他在這個十二月七號 也就是幾天前 兩天前的下午三點 他就跟台北市警局來報案 而且這個是三連丹 就已經具體的報案了 可是至今好像都沒有動靜對不對 也沒有回覆你對不對 沒有他就是跟我 就是跟他做筆錄 然後應該是說 從十一月十號到現在拖了這麼久 我們在節目上講很多次 有恐嚇檢調要主動查 沒有任何動靜啊 沒動靜就不能查金流 沒有金流也不知道誰恐嚇的嘛 所以你看周遇寇 他沒有任何證據說 嚴格要傷害我 警政署馬上新聞搞出來說 我們要介入調查 可是我們國會議員高嘉瑜 被恐嚇被傷害 檢調無動於衷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我只好去跟他 就做筆錄去提告 不然怎麼辦呢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蘇貞昌在二零一九年七月七號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直筆 就是參加人家商禮的時候 直筆的爭議嗎 當時蘇貞昌在七月七號 當年的七月七號 晚上七點三十一分破文 四十八小時之內 不只破案還直接逮到人 四十八小時是破案加逮到人 可是你看隔了這麼久 然後警方給這個 小心的顯然就是很敷衍了 冰剛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警方不只是敷衍吧 到現在有像你們TBS求證 或要求網路資料有嗎 完全沒有 有去跟YouTube查嗎 好像也沒有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是 檢察官根本不想動 至少他要拖一段時間再要處理 等到證據都被淹滅掉 才要來處理 那我是覺得很納悶 我看過柯建民也這麼多年了 我第一次發現他變哲學家了 每一個人心中就有一個小林秉書 對啊 我就沒有 對啊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每個人心裡 都有這個家暴的傾向 其實他認為說 每一個人都有惡念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看你 是不是能夠好好控制得住 可是我覺得柯建民講這話 還滿好笑的 林秉書為什麼會不來騙柯建民 難道是因為柯建民比他更會騙 所以 是因為這樣嗎 我不曉得不來人家 為什麼不敢來騙你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扯了一大堆 還是必須說 李建昌還是最有課詞 因為你看這麼多人被拉出來 只有他一個人承認 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光是這樣 民進黨整個黨的品格 就擺在那邊給你看 這個跟李建昌 完全是個顛倒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政府官員 現在很會一本震驚的胡說八道 我們行政院的發言人 今天羅秉承有一句名言 他說我們的政府沒有洋網軍 可是其實你可以發現 民進黨上上下下 都在講這句話 你雖然不相信 但我們還是要來聽一下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 政府在施政上面 有義務也有責任 跟各界跟人民報告 我們政府的施政的具體內容跟立場 政府不會洋網軍 也不容做這種事情 這部分請外界不要誤會 甚至多索連結 做無謂的質疑 說政府在洋網軍 這一點要特別澄清 如果政府真的沒有洋網軍 真倉沒騙神 兒子沒孕毒 總統有論文 阿扁沒貪污 這個都是大家寫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這都是例子 行政院的這個蟑螂窩 蘇貞昌的小編團隊 這個是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的 這不就是用政府的錢 去養網軍嗎 還包括這些蟑螂窩裡面的 這個網軍 就在立法院裡面公開做梗圖 去攻擊在野黨 用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不過有人講說 對啦 政府沒有養 是你跟我的納稅錢養的 不是政府養的 是我們國民的錢養的 那這個公路總局的IP 查了好幾天 我說真的啦 連美國總統拜登都相信這個IP 就是來自公路總局了 但是公路總局 現在還要講說 不是啊 我不清楚 不知道 有連結有沒有連結 那後來被發現說 當年把韓國瑜改成叫韓導 韓導是負面的這個綽號 改成這個也是來自公路總局 王國財前幾天還裝死說 這個好像沒有連結什麼的 現在直接不演了 說我不曉得這件事情 那法務部長蔡清祥 因為今天他立法院 一直被問有關網軍的這個事情 本來記者問他說 你司法檢調有沒有去調查IP 這個事情 結果他說 政風單位在查 政風單位是查貪污的 查這個IP 這個有什麼關係 然後更妙的是 當這個立委去問蔡清祥 什麼叫做網軍的時候 我們包括內政部長 還有法務部長 居然打不出來 來看一下這一段 回答我啊 這定義講出來啊 內政部有看法嗎 嚇死我 嚇死我 蛤 對 他沒事的 他沒有 大家都在放在嘴巴上 網軍 網軍 網軍一直講 講不出網軍的定義 利用網際網路 然後呢 然後呢 網軍 網軍嘛 你說軍的話 也許是多人 那如果是多人 那就看看 他是不是有共犯的結構 法務部長的定義 就很重要 網際網路不是法務部來主管 好 連網軍的定義 都搞不清楚 結果他們說 他們要來查網軍 但是這個質詢裡面 還有一個案外案 岔出去 雖然不相關 但真的是太好笑了 我覺得是本年度最好笑的 比羅秉晨還更好笑 這個有立委 拿了這一張照片 問他 這個人是誰 然後法務部長 眼睛瞪得很大 誰啊 他是誰啊 黃成果是誰啊 認不出來 來看一下這一段 你看蔡總統的旁邊站的是誰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知不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這個是蔡總統參加萬華青山記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旁邊站的 就是有黑道背景的這個政治人物 那我們很害怕現在就是 我們的總統都跟黑道背景的人 站在一起 那請問 我們法務部怎麼跟黑道來宣戰呢 當然我們對於有反對 事實的都絕對是要研辦 你認出這個人是誰了嗎 部長你認出這個人是誰了嗎 我認識後面是徐國勇部長 黃成果你認不出來嗎 誰是黃成果我認不出來 這真的是一種比賽 比賽就一本正經胡說八道 漢婷你怎麼看 他怎麼不講說 旁邊那個人叫做林常佐 所以他也不認識林常佐 有沒有一種可能 黃成果戴了口罩 他真的就認不出來 就隨他鬼扯 那如果什麼事情都不知道的話 那他也不... 而且黃成果不是沒上新聞 如果沒上新聞的話 他不知道可以理解 先前因為黃成果跟孩子 趙介佑等相關事件鬧很大 徐國勇的事情也被牽扯出來 所以那你身為法務部長 你怎麼可能完全不知情 很想你在那邊就是拖延時間 跟前一則新聞在講說 什麼是網軍的定義 他不講拖延時間 所以民進黨現在遇到 真正要處理的 他就完全不碰 所以交通部這個IP 到底電腦是誰使用的 你就怎麼可能會查不出來 你看監視器那個時間 誰在用電腦 最白癡的方法也可以查得出來 但就偏偏不跟你查 等一下很白癡 兩個字現在不能講 我也講了 對 就是我說你這個白吃飯 然後不用付錢的方式 也可以去查得出來 對白吃飯 那再來一個 比如說疫苗 這個林秉書竟然是 竟然可以先打疫苗 或幫人打疫苗 那莊人想說也是查不出來 有身分證 有健保卡 後來有查出來 說是七月中 但我也覺得很納悶 七月中 他的年紀就不適合 對 他的年紀七月中不適合 他四十三 而且又不是第九類 又不是第九類 除非是第九類 所以這很明顯是 明明只要有去查 都可以查得到 而且歷歷在目 清清楚楚 但明講就有一個斷點 就好像這次的家暴 就好像這次案件 對於檢察官來說 他後面那個金流兩千三百萬 他不想給你查嗎 他就只想跟你辦傷害罪的而已 就好像當初楊慧如卡神事件 檢調也只查 楊慧如真的楊網軍有去罵人 但楊慧如錢從哪裡來 檢調都不給你查 所以我們才需要去告發他違反洗錢防治法 就要去逼迫查錢到底從哪裡來 好啦 那麼羅秉承講說 我們的政府 或先前也講說 民進黨沒有養網軍 正是大概跟三加十一我負責 今年買不到疫苗 同等基本年度三大垃圾化 然後這句話應該還是遙遙領先 短期之內應該沒有其他的垃圾化 能夠遠超這句話 蘇貞昌絕不騙神 蔡英文最會寫論文 通通都是這一套 那麼過去以來的這些網軍歷歷在目 這邊就不一一系數 總而言之我們希望賴清德好不好 你好好出來喊冤跟吶喊一下 到底當初蔡英文怎麼用網軍 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小新聞一分鐘給你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有個最新的 你剛剛有提到說 Whose Call裡面 居然有林秉書的電話號碼 然後被列為是 所謂會騷擾人家的 林秉書還去抗議 包括也有查出來說 他除了有臉書 還有YouTube之外 他現在連推特都有 但這個推特很弱 他只有八個跟隨者 對 這個Whose Call 然後就是你的電話會登記在上面 他打來的時候可能會出現 比如說像他就被設定為騷擾電話 那很可能是之前 騷擾電話是怎麼樣 就是可能先前他去騷擾別人 然後別人覺得這個人很不爽 然後就有回報說騷擾電話 那可能是他之前曾經傷害過的人 然後受不了他的 可是回報應該要很多筆 才會被列吧 還是說回報一筆就列了 應該要不少筆 應該要不少筆 然後同時 就他可能一直騷擾人家 他就一直報 然後好幾個人都有這樣的情形 一直報 他就被列為騷擾的 然後他還上去講說 你怎麼可以公布我的電話 然後希望對方要把他移除 那另外一個這個推特 其實很有趣的是 他這個母湯 他有做臉書 有做YouTube 還有做推特 其實他也還有做IG 但坦白說 他的訂閱數非常的差 也就是說他做網軍 其實做很差的 所以這個 所謂的Fair Child 這個是他的推特 也沒什麼人看 所以如果有人拿一大堆錢給他 但其實他做出來的是這樣 那其實他不只是網軍 那可能還變成一種是畢案 你拿別人的錢 然後做得亂七八糟 還有一件事情 高嘉瑜現在到底有沒有被民進黨逼著 因為公投的關係 逼他對案情要完全都要閉嘴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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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